精品包包 手錶 珠寶 無論新品或是二手貨 在日本都吸引大批民眾 不為寒風烈日排隊強賣 主因就是價格夠甜 日本百貨店協會公布最新統計 全國71家百貨業者 177個據點 2月因為日圓走貶 加上農曆春節觀光客湧入 銷售額達4329億日圓 比去年同月增加14% 連續第24個月增長外 還比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前成長6.3% 而觀光客購買的免稅銷售額 達469億日圓年增1.7倍 也是連續第23個月增長 更占百貨業銷售額比重10.9% 首度衝破一城大關 以商品種類細看 大家最喜歡買衣服 銷售額達1109億日圓 再來是包含奢侈品牌在內的 個人物品類 銷售額有729億日圓 而珠寶 貴金屬及化妝品 分別以426億和376億日圓 緊追在後 專家則提醒 日本央行宣布結束實施八年的 負利率政策 日圓不排除強勢升值 一新台幣兌換日圓匯率 一年前一元台幣能換4.32日圓 期間能越換越多 近期還能換到4.75日圓左右 但日圓升值可能性提高 各國旅客到當地旅遊 Shopping還能不能保有甜甜價 就得看日本經濟情勢和未來政策 華視新聞 曹生理事件 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